女主相見在清晨 今天我們交通信息的題目是什麼呢 是早起 過層層復興的生活 今天我們那個小學有一堂課說早起 我早起 爸爸早起 看書吧 但是我們早起不是為了做別的事 是早起要過層層復興的生活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請皇宮西弟兄 他有一個簡短的跟弟兄姐妹來見證 因為在鼎跑區他們有一個團體的誠心 他那個成幸福在家裡 是到一個地方一起聚集 那是地上最美的事 你們皇宮跟我們一起有一點的分享 然後我們再請到信息 我們組長歡迎皇宮 謝謝大家 心平安 阿妹 我是平好期的皇宮西弟兄 我在兩年半前得救 我等就那天開始每天早晨 就到我們那個光屋裡的那個活動中心 在哪裡每天早上都有七八位 實際有時候多一點的 那個弟兄寺民在那邊來呈登 我們從七點到八點 那麼我從那個得救以後每天都去參加 不管是我們這個海洪天都還是照樣的 我們才去哪天 因為在那個我絕對我們在神邊 在多數人在一起的時候 我非常享受 非常的這個 很愉快 那麼有時候 我們有不 好像古兵的地方 會隨時大家一起出來 大家能夠交通 所以就是我們的這個進步很大 所以我們天天來享受 天天吃一點吃一點 對我們這個進步非常的大 阿妹 那早晨 因為早晨啊 我們是最好的時期 那麼 結果成功 在這個早晨是最好的時候 阿妹 那我在我到國民國那邊去嘛 他們 因為就 所有人群啊 都是離了婚娘 都少 車的車程有十分二十分的隊長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像旁邊在有幾個人在一起這樣 但是他們都有電話 像我娘每天 差不多六點開始 他們就一直一直 大家通電話一通 那東西就是帶來 在電話中來 成功做順利 像是漢族的交通 這個比較 我們這個早上的成功 是最享受的 對 希望這個 所以我說 沒有接受這個 這個論文 會非常享受這個 這個成功 跟人家大寶寧電話切的 謝謝 阿妹 謝謝